知名的连锁餐厅推出了凭民国九十三年的十元硬币 就可以认购盆栽再兑换免费套餐的活动 因此呢最近就有许多的民众到银行来指定兑换九十三年的十元硬币 还有人拿着千元大钞去兑换增加银行的业务量 这个央行就呼吁业者停办这样的活动 不过业者表示不会取消 大把大把的十元硬币要海捞一个九十三年的 平均每两百个只能找得到一个 但为什么要九十三年的 原来有一家连锁餐厅是九十三年开幕 要办十周年庆 只要拿九十三年的十元硬币来排队 前一百名就可以认购盆栽兑换一克免费套餐 我们从十点半的话会开始就是让大家拿十块钱硬币来购买盆栽 再持盆栽的罚票的话可以享用主餐肉类烧烤 然后会有沙拉汤拌饭甜点跟饮料 这一颗价值近七百元的免费套餐果然吸引了许多民众 很多人纷纷到银行兑换一袋又一袋的十元硬币 十块钱两千 找出九十三年的再把钞票换回来 麻烦你帮我换回两张一千 对我罢 银行不声其扰而向央行反映 央行甚至打电话到餐厅关切 希望能够停办这项活动 不过餐厅业者表示 认购盆栽要做公益 所得全部捐给儿福联盟 活动还是会照常举办 记者彭书清与盛行台北报道